据统计 全球每年产生的垃圾数量约为20亿吨 这其中有30%到40%都没有被妥善处理 只能通过焚烧或被倾倒的方式来消灭 这样一来问题就出现了 火山内部的温度极高 简直就是一个天然的焚烧炉 为何人们不选择将垃圾全部丢进火山 使其自生自灭呢 尽管看起来 用火山当焚烧炉 确实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但这却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 因为人们需要面临火山随时会爆发的危险 毕竟火山内的热气和岩浆压力过大 很可能在焚烧时正好处于喷发状态 虽然火山周围很少会有人居住 但火山爆发可能引起的灾难 却是人们不容忽视的 从成本方面考虑 火山周围的通勤十分不便 想要将垃圾运输至火山口 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财力 如果将这部分成本用来合理处理垃圾 岂不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而且由此将垃圾焚烧 同样会产生大量有害气体 这些产生的空气污染 与寻常的垃圾焚烧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因此想要更好的将这些垃圾处理 还需要提高我们垃圾回收再利用的水平呀